大家好,我是LiveFan,欢迎回到Sara的健康自己来 很多人问我牛排要怎么样做才不会又干又老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牛排 我今天所选用的牛排是flank steak 这一块牛肉是在牛的身体的这个部位 为什么选它,因为它非常好用 它可以切片来夹三明治 它可以直接吃 它也可以拿来放进汤面里面 如果你们找不到这个部位的话 也可以选别的部位来代替 但是不要忘记有些牛的部位是适合煎烤的 有些部位是适合煮炖的 所以哪一个部位适合什么 你们一定要先弄清楚 现在我们要先腌牛肉 这个在美国腌料叫做rub 就是抹上去的意思 先是盐 先放盐 胡椒 再来这是大蒜粉 这些东西在Costco都可以买得到 这个是paprika 这个辣椒并不很辣 它就是颜色很好 然后它有一个辣椒的烟熏味 这是凯燕 凯燕是很辣的辣椒 所以你们如果要放的话 记得只能放一点点 如果这样有小孩的话就不要放这个了 翻面 然后再做一模一样的步骤 就是把这个rub放上去 我们用铸铁锅煎牛排 因为它的热能够非常平均 所以它是煎牛排最好的一种锅子 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子扁平的铸铁锅子 也可以用你们可以找得到的铸铁锅 任何铸铁锅都可以拿来煎牛排 记得铸铁锅要非常非常非常热以后 才把牛排放上去 这样牛排才会有个焦焦的外壳 比较好吃 这样子厚的牛排 我们在大火上面 是煎两分钟又三十秒 然后煎好这一面以后 再翻面再煎两分钟又三十秒 这样子的结果 牛排就是一个medium rare 我们要怎么样判断牛排的熟嫩 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们把你们手掌打开 食指跟拇指并在一起 如果你的牛排摸起来 是这样子的软硬度的话 这个就是比较生的牛排 当你把中指跟拇指并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的硬度就是比较熟一点的牛排 通常我们叫这个叫medium rare 接下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指头 跟拇指并在一起的话 再去摸这块地方 这个就比较熟一点 那如果我们用小拇指跟大拇指并在一起 再去摸这个地方 它就更熟了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well done 我自己是最喜欢吃medium rare 因为medium rare比较深一点的牛排 不管你怎么样煎 它通常吃起来都比较嫩 我们记得切的时候 这个肉是这个条纹的 那你切的时候就是要跟它90度角度 然后切薄薄的这样这样 45度角 我们家的人喜欢吃这么凶的牛肉 那这样牛肉片呢就是一道非常好的牛排 先切成薄薄片 然后这个牛排我们等一下跟着有香草的奶油一起吃 这个肉片呢我们也可以拿来做早餐 做其他的东西可以包在饼里面 放在三明治里面 它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肉 有很多变化哦 那我就祝大家吃牛排快乐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